本影片为关于头的仲雷心得 会有很多的剧透内容 请大家斟酌观赏 一种猎杀 不失魏力又要来再次太空出人物 有很难死的这位光头在场 准是没有好事 飞船外太空还有异形脑梗 能够玩出新把戏吗 跟着W一起来看看 大家到底能不能安全下装呢 可能有人会说 这位光头已经断坏成的烂片保证了 不过总感觉不失魏力 还是有一种隔掉在 即使知道雷片的可能性极高 但有的时候还是有想看一下 有它在里面是演些什么 来看一下这部一种猎杀 从片面预告中就已经跟大家说了 会有太空船疫情的 基本的调势也就像最早疫情电影那样 所以应该也不算难预测电影要演的剧情吧 而在电影的开始 西元2242年先是描述了地球即将大灭绝之际 有一艘放松太空船即将起飞 仅搭载30万人 要出发到被称为新地球殖民星球 也看到了科迪基尔斯蒂饰演的诺亚 与卡桑佐克莱蒙蒂饰演海力诺亚怀孕的女朋友 两个人心动诡异 试图是想要偷偷搭上这艘防舟 这部电影的重点不在地球灭亡上面 一整个人类移民到新地球的计划 前面已经有41艘方舟出发 这艘则是最后一艘 而在出发之后 剧情长情都在这艘方舟上面 他马斯基恩饰演上将掌管了这艘太空船 提摩西皮莫菲则是饰演的指挥官史丹利 然后原来海力诗上将的女儿 在登京的过程一度被迫跟诺亚分开 但诺亚后来还是想办法 投入到方舟上面 看到两个人在方舟上又重逢了 而且人也知道诺亚一定会跟上的 因为诺亚、方舟、诺亚其实才是男主角 练剧情就是以诺亚、方舟的概念来发展的 接下来除了组员、工作人员 其他的乘客会被冰冻进入冬眠状态 所以也看到诺亚目中海里躺进休眠场冰冻起来 牛布斯威利饰演克雷 是一个资深老鸟组员 在方舟要进入全速推进状态之前才出现 给人的第一项感觉就是一个一劳卖劳 就像以往试验过的其他角色那样 不怎么主手规定不按牌里出牌的一个角色 先是只顾着跟人生打招呼 然后接着跑过来把已经做好的诺亚赶开 说那是他的位置还真的是蛮有 布斯威利带幕上风格的 而每年其实都有一定的产出 类似的形象 尽管已经不再是漂白保证了 但说实在的 我们这位很难使待Hard的这位 还是有某种因他魅力吸引力的 就一直保持这样的外形 大概就是因为光头的缘故 感觉并没有老太快 感觉是故意的吧 或是预算并没有很高的缘故呢 列里面看到的是比较复古的风格 都已经21世纪了 但这部里面的色调 不仅所呈现方舟内的场景偏属工业风 特效方面也是有点简陋啦 就像上一个世纪科幻片调调 类似1979年的疫情 而飞往遥远 立刻新地球的殖民星球 剧情用了更快速的方式来飞行 这便说是量子反应装置全速推进 意思是看到里面是以超光速的方式来飞行 对方说里面来说只花了一小段时间 但相对对地球已经过了30年了 而进过了这段跳跃飞行之后 接下来飞往新地球 则还需要大概6个月的时间 在剧情的背景设定上 透过上面主缘的聊天 大概可以知道 有点像是这一年来 现实所面临到的状况 说地球遭受到雾翼的袭击 走向灭亡 包括这艘方舟 还有前面已经移民过去的 大概就只有几百万人 人类移民到新的地球上 看到上下与一些高阶部下 也进入休眠舱睡觉 只留下游史丹利来带领一部分 包括一些衣冠 工程师还有清洁人员 在负责管理整艘太空船的 基本维修与运作 而诺牙其实是偷偷上来当清洁工 也相当倒霉 前面被克雷抢走座位 竟然就能寝室与负责工作 也跟克雷在一起 不过基本上看到克雷 什么都没做 都在旁边喝酒打屁 就只是监督诺牙 做一些清洁打扫的工作 里面还是有放一些 比较有内涵的东西 像是大家闲聊时 竟然有人在聊费米悖论 所以这边简单介绍一下费米悖论 基本上这个关于外星无名悖论说的是 在广大无止境的宇宙 与整个十度与年代来说 因为这应该还有其他的高等外星无名存在 但这个假设得不到充分的证据实施 而这整部电影就是对这个悖论开了一个玩笑 看不到没办法证明 不代表就没有 因为一种生物 这时候也就正在旁边虎视眈眈着呢 然后原本有点枯燥的太空之灵生活 就在一个叫薛蒂的工程师喝啤酒时 不小心喝到了 跑进像是阔鱼的外星生物之后 身体开始不舒服 情势也从此开始扩大恶化 其实由薛蒂被疫情生物入侵到体内 在不久之后 薛蒂都整个爆浆喷得到处都是 而一起打呼摸鱼的布鲁 接下来也就这样跟着被传染咯 不只是由疫情外星物种侵入的主题 睡了布鲁之后 布鲁咬了一个女巨医奥特加 巨医开始变成了像丧尸的情节之外 里面安插了偷渡旁边的小插嘴进来 诺亚怀疑克雷情中鬼可能拿了墙霜要做炸弹 但后来才发现克雷他们一群老鸟在身量酒 而诺亚也被克雷发现其实他是偷渡上来的 所以不得已只好告诉克雷实情 他是因为要跟凯莉在一起才偷渡的 然后才发现薛蒂抱江西巴拉的现场 接着又发现奥特加被人挂掉之后 史丹利开始调查事情的真相 也一度怀疑着克雷诺亚等人有问题 而就在找到布鲁的下落 大家亲眼看到布鲁又咬死了另外一个人 接着就开箱挂掉布鲁再进行解剖 这时才发现了不可思议的 竟然外星异种的存在 这部异种猎杀里面入行太空船的 竟然是一种外星微生物 在借由入侵人类生理之后 会吃光光人类内脏 然后再以原本人类的外形躯壳来移动 并且还借由攻击更多人类来扩大自己的势力 原来上司就是这样产生的 是吧 所以也就这样 前面被挂掉的角色又动了起来 包括了布鲁、奥特加等等都又再动了起来 一个不小心史丹利接着也被咬了 在现场的克雷、诺亚、钱伯斯还有提克 只要赶快络跑开流跑去躲起来 而其他不知情的组员没有反应过来的 看到就一个一个被挂掉 然后也加入上司行列 一种猎杀导演是约翰·苏斯 好吧 可以把这部归来为笔集片了 里面的问题实在蛮多的 也有不少焦点 像是 虽然这部有布鲁斯威力撑一下场面 在混熟了之后 看到克雷也蛮有益气的 这么两次都帮助诺亚脱困 但身为真正男主角的诺亚 感觉有点弱 虽然说是要保护海莉跟肚子里的孩子 整体感情戏却没给人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地方 也就更别说其他角色了 像是旁边小杀渠 还有一种微生物的来源交代含糊 后面仅以提克自己承认是他从实验室偷戴上来 就像这样一些细节处理的虎头身为 然后剧情也就没交代其他更详细的经过 比较有趣 猎杰的部分就只剩下丧尸怪的部分 被一种附生之后丧尸 具有学习能力 不怕子弹 用火烧也没有太大的效果 不然是主缘 就连乘客都开始被传染变成上司哦 所以柯雷他们到底要怎么办呢 下一段预告之后 将来介绍最后结局 如果还没有看过电影 或想保护脸 神秘感人 建议看到这里 就好咯 整个形势一发不可收拾 柯雷他们剩下四个人 又被一整群上司包围在一个隔离空间里面 虽然诺雅想出了要爬通风管道去叫醒上将 只是没有想到 其实上将带了另一批人杀出来 但其实还是没有办法挡太久 也看到了上将用炸弹自爆炸烂的一批上司 不过这些自己破碎的尸体还会动 然后又再融合成一次更大只的佐尔怪 甚至他们用了上将的生物辨识 打开了反应炉的门 加速了整艘方舟 要前往更多人类可以吃的新地球 也尽管中间诺雅意外发现 强霜可以彻底融掉上司 大家利用强霜做成武器来杀上司 但已经来不及更多人牺牲 只剩下克雷跟诺雅 再加上及时从休眠舱就出了海莉 接着也只能准备要大城逃生舱离开 而为了协助诺雅 海莉还有肚子里面宝宝平安 克雷决定留下一段后 随着放手的爆炸自我牺牲 只是观众以为主角的苦难到这边就没事了吗 哦不不不还找你 原本以为逃生舱来到新地球 就安全的诺雅跟海莉 进入到新地球之后 出来一看 没有想到就连这边竟然一样也是都沦陷了 总结人数是W认为 做了影片中糟点最多的一部 整体的剧情比较杂乱 除了是疫情主题的概念 有一种复古风也是放进来 喪失失人的惊悚元素 但对于这些一种来源 没有比较完整的入术 也并不是没有优点啦 像是剧情有些转折起伏还算是不错 但偏偏就是特效又没那么优 容易让人出戏 所以罗就像最后不仅是威力也往不回 整个局势就只能放弃跟着整艘方舟一起爆炸算了 而像是最后逃到新地球 但眼看在这边也沦陷 出现的更巨大的怪物就让人傻眼震惊的 不过电影就只演到这 想让恐怖的生存得杀下去 到底这边又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也沦陷 算是一个铺梗的伏笔吧 但W个人也很好奇是否有人会想要看续集的呢 总之呢把这部片归类成猎奇B级电影那一区 也不如是威力变成W看这部片的唯一理由 建议大家狠闲又很无聊的话再去看就可以了 大概就这样咯 就不知有没有人反而喜欢这部的 可以在底下留言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讨论电影吧 以上就是我的介绍 如果觉得不错可以在下面帮我按个赞 如果喜欢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有什么想法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讨论电影哦 那就先这样咯 拜